什么是新奇狗? 为什么很多人买狗回来养不到7天就会生病最终死亡? 里面的猫腻究竟是怎么回事? 今天咱们揭秘狗圈里面乱象 真实的情况令人万万想不到 行业里面有一个术语叫做新奇狗 这些小狗往往到达新家7天左右就会生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? 首先第一点有可能这个小狗它本来就生病了 生病了狗贩子不能将狗砸在自己手上 要将这只狗出手 出手的话狗病泱泱的肯定是没人买 这时候它们会给它打一针高棉血清 打了这一针之后狗精神就恢复了 但是仅仅是暂时的掩盖住它的情况 你看是这只小狗活奔乱跳 但是它过几天时间还是会再次复发 再次复发的时候基本上就大限将至了 第二种情况那就是狗主人没有照顾好 狗经过长途运输之后 自身的抵抗力会比较弱 有的人养不来狗 每顿给狗吃的非常饱 而狗它是耐饿不耐饱的动物 你每顿为它食成饱 狗肠胃非常容易出问题 严重的情况下就会变成细小 得了细小就基本上很难存活了 所以养狗的技巧就是每顿为它八成宝 定期给它打虫做疫苗就可以健康长大 两下 一 两下 八 第二